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很多人如果他长期使用就会发现 我反而我的胆固醇 我的三酸甘油脂会马上飙高 那我飙高之后 是不是对我的血管的状况更不好 所以我短暂使他获得营养了 可是我长期对我的血管是不好的 因为他脖子脂肪酸真的确实是高预大的 他是猪油的几乎是两倍了 那如果从鱼油来看 鱼油不是走这个方向 他是直接它omega3就是 我是构建我脑细胞所需要的组成之外 我还可以阻止一些发炎性的反应 所以他走的是两个效果同时并进的阶段 可是这个是自己会卡自己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效果 感觉上好像路要走长远一点 是不是要倒鱼油会比较好 他可能局限于非常特定的人 使用上可以看到效用 也许有啊 当然有另外一个讲法是 被认为说他里面的月泥酸 好像对这个脑袋有点小帮忙 对 不过我们还是要承认一点 到目前为止 他非常缺乏大规模的前瞻对照双盲的研究 鱼油从哪边来 大家讲是深海鱼 深海鱼的它的一个脂肪 那有没有说特定的鱼种 其实它的DHA会 会omega3会比较丰富呢 基本上哦 丰富的DHA 或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鱼类 还是从深海鱼里面 含量是比较丰富的 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鲑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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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像秋刀鱼 沙丁鱼这个都是 不过深海鱼还是有一个风险 对 大家知道深海鱼有这个 比较重金属的 就是整个食物链的 带奥心的这个问题 这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 尤其是要摄取这个鱼类的时候 有时候是老人家啦 或是孕妇或是小孩子 要特别去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可能补了脑 但是你也补了重金属进来 那这时候你怎么筛选就很重要 好 谢谢我们营养师 谢谢 那有请江医师来跟大家 带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常常讲Omega-3啊 DHA或EPA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你为什么认为说 鱼油不等于鱼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认为说 其实我们工 我自己以前在做鱼油的时候 也有争辩过这个问题 对 很多人说那我好好吃鱼就好了 我又天天吃鱼啊 对啊 我就可以摄取到鱼油对不对 不过我跟各位报告 有几个地方不太一样 第一个我跟各位讲 其实你要吃到美国心脏医学会建议的鱼油的量 对 每天EPA-DHA要到什么2到4公克 我跟你讲啊 你如果要吃鱼薯 你可能一天要吃两斤啊 真的哦 要吃鱼薯吃到两斤 对 才有你讲的两公克 对 所以其实上有一些鱼 它的EPA-DHA含量很低 对 那你说刚才营养师讲的说 那些EPA-DHA含量比较高的鱼很好 对不对 可是我如果天天叫你都只能吃这个 我跟你讲 吃两个礼拜你就翻脸了 因为我们人类就有一个特殊的性质 就是说我们一定吃的东西要变动 如果吃同样东西再好再三层海味 吃过你就痒 你就厌了嘛 鱼第一个 它的蛋白质保护肾脏的效果 看起来比鱼有好 而且这个东西是经过像很出名的一个学术期刊 糖尿病照顾这个学术期刊 2001年跟2010年都有报告来支持这一点 所以对肾脏比较好的 事实上是鱼 鱼肉而不是鱼乳 那鱼本身还有一个东西叫钙质 那这是我们台湾在营养调查的时候 发现我们钙缺乏得很厉害 我们在摄取的钙 大概只有建议值的只有六成 所以吃鱼还可以吃到钙 那特别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很多人搞不清楚 鱼肝油他以为是鱼油 每一次我在门诊跟病人讲说 你要去吃鱼油 病人就会跟人家讲说 好 我去买鱼肝油 我不知道树青或是营养师 有没有常常被就咨询到说 那如果胆固醇很高 很多就是艾特讲鱼油 那鱼油真的能够叫我胆固醇吗 或者说鱼油它其实是因为 它所含的有抗发炎 那DHA Omega 3或EPA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江医师 好 其实我们要知道 所有的不饱和脂肪 大概大致上来讲 以它不饱和的位置 我们分为一个Omega 6 跟一个Omega 3 那这两个呢 其实要经过一个共同的酶 叫做去饱和酶 这个酶的作用 之后才能往下走 对 那往下走下去之后 Omega 3往下走 就进入一个叫做EPA 那它会继续的代谢 到人体人用的最主要是DHA 那这个东西就看到到小朋友 跟大人的差距性 大人因为EPA转DHA这个酶是存在的 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人吃了鱼油 不管你含EPA含DHA 他通通可以把它转成DHA来用 所以大人事实上是吃普通的鱼油就好了 可是两三岁以下的小朋友 因为他这个酵素系统不发达 所以你给他吃EPA 他转不过来跟DHA 所以他用不到 所以我们添加在婴儿奶粉里面的 always是添加DHA 那Omega 6经过同样一个 去饱和酶的作用之后 事实上它生成什么呢 它生成了一大堆 会引起发炎反应的物质 那这个东西其实被认为 跟现在我们很多的免疫疾病 过敏 甚至于一些血管的发炎 造成血管阻塞 都跟这个东西太多有关 那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很多 你知道植物有很多 Omega 6的脂肪酸 在植物里面非常多 它也是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可是它因为比例 跟Omega 3失衡得很厉害 如果人家说远古时代 大概在两万年前 我们吃Omega 6跟Omega 3比 大致上来讲是1到4比1 就是大致上来讲 这个还相当的比例 可是现代的生活 让我们吃Omega 6比Omega 3 大概是20比1 哇 严重失衡 严重的失衡 所以目前我们人类 新的这些现代疾病 有些人认为就是因为 我们突然在饮食的成分里面 产生一个太大的变动 那我们基因来不及适应 这个新的饮食变动 所以会引起一堆的发炎反应 因为你吃这个东西比例 吃太多了 那我们讲DHA 它就是我们神经系统 细胞生长维持里面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那像我们如果胆固醇要降 是不是真的鱼油也帮助呢 可以 很有趣 或是记忆力衰退 真的有效果 而且它有非常多的 学术研究来支持这一点 那很有趣的是说 我其实自己当一个医生 我早期也是很怀疑这一点 我想说你怎么可以吃油 酱油咧 对啊 不是已经油太多了吗 对 你又去吃油 你又去吃油 对啊 你就是鱼油嘛 对不对 你又去吃油 酱油 而且很有趣的原因 是因为你吃Omega 3进去之后 会影响到肝脏对于胆固醇的合成 所以胆固醇的确是会下降 对 而且它会下降坏的胆固醇 增加好的胆固醇 这很重要 对 所以其实不是很粗钱的讲说 你吃油一定会得到油 你吃油有时候会抑制肝脏 对一些不好脂肪的合成 这个是对Omega 3的功能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OK 重点是要吃对油 对不对 要怎么吃对油 那么谢谢江医师 有请我们营养师来告诉我们 哪些人其实是需要来补充DHA 这个好油呢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很多的研究 发现这几个阶段的年龄层 特别需要油 比如说像是 江医师有提到说 因为EPA它可以转成DHA 那关键点 为什么小孩子 他特别需要DHA 因为是因为酵素不足 那这几个年龄层 我额外要提醒 就是孕妇跟喂母奶的妈妈 这两个 它不只是对胎儿有帮助之外 对于妈妈本身也是有帮助的 待会后面有一些数据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对 好 尤其是像妈妈 在怀孕的过程 后面那三个月 就是Baby在脑部 脑细胞在快速 就它的一个黄金 黄金时期吗 它快速在发育的阶段 所以那三个月 第三期 怀孕到第三期 就是后期 特别重要的 一定你的饮食里面 DHA的含量一定要高 对 要够 对 要够 那第二个阶段是 Baby出来之后 你在喂母奶的过程当中 Baby出生之后 它的脑细胞 在发育 对 那个黄金接双 对 那个黄金也是出生后 那三个月 甚至有人说到半年 那个都是很重要的阶段 那Baby这么小 它总不可能吃鱼油 那它唯一的来源是从哪里 妈妈 就从妈妈来 母乳 对 所以从母乳 所以我们也鼓励 妈妈一定要多喂母奶 而且他们说很妙 人的生理机制 也会去促使你的身体 尤其孕妇的身体 尽量去储存 并且去摄取DHA 所以他们发现一个很妙的事情 他们对DHA 天然 对 一个防卫机制 防卫机制 所以他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这个怎么研究来 有一次他们就在讲说 为什么你会发现日本女性 她那个臀腿特别肥的这一款人没有多 可是像是我们台湾或美国女性 这种大腿到臀部 这很大的那种很多 他们发现跟她摄取DHA有关 她说如果你DHA摄取不足的情况下 因为她身体会告诉你 你要有DHA你才能补育下一代 对 所以当你DHA摄取不足的时候 她会叫你吃 因为她尽量纯 所以她越纯越多 她叫你吃油 她就越纯越多 尤其在这边 可是日本女性 因为他们鱼的量吃得非常的大 对 所以他们相对他们身体是够 所以他们在这里 不会发展的特别肥大 好奇妙 对 所以很妙 她说他们为什么女生会去发育自己 她说原因 通常跟你DHA的摄取量非常低 也有关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有说 因为你也吃到不好的油 也有可能会这样子 是 对不对 原因就是因为你 DHA不足 然后她身体会发现一个警讯 叫你要辱力的家 然后她刚好对DHA最敏感的是这两天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本能 对 她会告诉你 要储存储存 要储存 对 那怎么样选 怎么吃这很重要 广告回来我们来继续告诉您 第一名 坚持原创 追求品质 专业 品质 正能量 三粒电视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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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手 找黄金的 国众的手 顺中有 黄金清晰 地扫完 100块 100块而已 勇敢的 好够赞 台北时尚名牌金品展 国际名品限量则扣18到21 只在元山珍宴馆 咳咳咳咳 听到手 找黄金的 国众的手 顺中有 黄金清晰 地扫完 100块 100块而已 勇敢的 好够赞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我爱你的 白头战 爱你爱 感情 优优优独播剧场 小酒 是 如今如胖 咳咳 感情 也就爱 感情 我爱你的 白头战 你爱 情 无力 向天后 无心 向感动 今晚 高粱酒 三箱巧服 猪年器 Double Lucky 7 哇 人生牛肉面 幸运价77元 捕收排骨份 也是77元哦 喝杯咖啡 吃个甜点 休息一下吧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可以先帮我 搬一下沙发吗 来 用力 来 喝咖啡 吃甜食用用力 让你胃食道逆流吗 现在食道胸口灼热 好难受 来 胃食道逆流 就吃鸡胃服饰定 胃食道逆流 鸡胃服饰定 一定搞定 就像这么舒服 toto washlet 温水洗净便座 就像这么舒服 今天家里装的就是这个 一按 小鸡胃食道逆流 小鸡胃 明天好期待哦 水洗得好 皮皮最知道 toto washlet 温水洗净便座 他是桑迪 格兰飞迪的第四代传人 1963年 他带着家族的单一卖牙威士忌 挑战美国市场 当时的美国仍是调和式威士忌的天下 大家都说他疯了 但桑迪却让所有人跌破眼镜 因为他的坚持 让单一卖牙威士忌 得以席卷全世界 格兰飞迪将单一卖牙 推向全世界 止痛心关灭 要止痛先消炎 三支雨伞标 消炎止痛定 不是肋固醇 不是抗生素 三支雨伞标 消炎止痛定 帮我今天有方 让您全家大小很健康 而且要很聪明 那今天我们江医师 要先出一个考题 考考大家答对话 我们营养师有好理要送给大家 题目是 鱼油中到底哪一个成分 可以顾脑又顾眼 一渐利过 所以护脑又护眼 绝对不是鱼甘油了 大家不要填鱼甘油 我已经跟大家暗示一下这个答案 这个题目赶快写到我们三支新闻网的网站 那么答对了 不是猜对 是答对了 而且分享出去 一样是有好理送给大家 好 我们刚刚讲 哪些人特别需要补充DHA 那除了孕妇哺乳 就是这个哺乳的产妇嘛 应该好 那就学金钱儿童跟老年人 是的 这都是 特别需要的 那当然一般人 现代人呢 更需要啦 对啊 因为之前就会发现 现代人的外食足 普遍都有几个问题 就是你的红肉太多 然后你的油脂量 白肉太少 不好的油脂特别多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能没有办法吃到那么多鱼类 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 自己每周几乎吃不到两次到三次的鱼 这些人也必须额外补充像DHA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从食物的话 你可以慎选一些好的保健食品 而且外食的油啊 外食的鱼啊 又特别的 黑心油 黑心油 它的泡汁的过程当中 很多黑心油 那个鱼锅常常不换油 对 酸价也拉高了 对 是的 里面很多的有很多物质 对 对啊 所以真的是要慎选慎选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补充DHA跟我们脑部发展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发现在怀孕的第三期末期的时候 那个脑细胞 我们那时候做的研究是 脑细胞从75公克 到妈妈要生产前 脑细胞要大量发育到400公克 那我们发现脑部的N3脂肪酸 就是我们说Omega 3的脂肪酸 DHA它是占大部分的 它是正相关的 对对 所以说如果说饮食当中 大量补充DHA的话 有助于脑部细胞的一个发育的 所以它可以hold住还可以增加吗 是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提到很关键 就是在就是 刚刚有说到 对妈妈也有帮助 这是世界各国的做的一个研究 还蛮有趣的 我们发现有些国家的妈妈 如果她的饮食当中DHA浓度很高 她得到产后忧郁症的比例会特别少 譬如说我们宁静的国家日本啊 好像马来西亚 他们比较摄取大量鱼类 尤其是深海鱼类的 的妈妈们 她们得到产后忧郁症的比例的确是比较低的 其实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要吃DHA 那我只知道说要吃叶酸 那叶酸跟DHA 吃叶酸不一样 不是都是神经 一个是成长 一个是修护 所以是不一样的 是两个是不同的功效 所以对妈妈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这两个也都要补充 那特别是DHA 如果孩子要聪明的话 对不对 所以DHA也很关键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德国做的一个研究 还蛮有趣的 他们就是在妈妈怀孕的过程当中 大概六个月左右 找了一群妈妈来 然后他们补充 一群有补充DHA 另外一个是让他补充安慰剂 就是一个对照就对 对对 假的要 假的 那这一组妈妈 有补充DHA的妈妈 大概每天补充300功课 那当出生之后 九个月再把这群妈妈 跟baby找过来 那做了一个什么 致力的一个测试 就是说让 在宝宝面前让他看到一个玩具 对 那就有玩具 让他看到一个玩具 然后这个玩具 用布盖起来 都让他看到过程 然后 在他的面前又放了一个小的障碍物 等于baby他要拿到这个玩具 他必须要先 第一个移除障碍物 第二个要看到那个桌布 要懂得把它翻开 是 对 那我们发现 平均有吃DHA的这一组 分数都比较高 他就是比较聪明嘛 那这里面一定有那个 江医师儿子在这里 对 其实对小朋友来讲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其实你看 这是另外一篇文章 类似的 他是在怀孕 哺乳四个月开始 给妈妈每天吃到4.5公克的鱼油 结果他发现 这4.5克鱼油是比我们平常的量还多 两倍 两倍 刚刚说两克嘛 不止 其实正常的人 大概只能吃到不到一克 这是4.5倍的量的补充量 结果跟对照组 橄榄油比较起来 你可以发现说 他可以增加小朋友到2.5岁的时候的头围 真的是头好壮壮 对 其实头好壮壮这句话是对的 因为小朋友的头围 就是他智力的代理指标 这个大人两样 大人头大只能挡女 小朋友头大 的确跟智力有非常坚强的连结 因为坐小朋友智力车也很麻烦 所以后来我们就直接量头围 来估算他的智力 那他发现说 其实你说好 我怀孕的时候 不记得 不知道要去吃鱼油 即使这样子 你生下来小朋友 你还可以补救他 你可以在补乳的时候 好好吃鱼油 对 就一样可以影响到这个小朋友的智力的表现 那不过刚刚也有讲学龄前的儿童或者是现在很多要考试大考的 这是受来补呢 可以吗 也有帮忙 刚刚我们的摄影大哥就说哇那我错过了小时候的黄金时期 摄影大哥你还有救 为什么有救我们来开这张就是你可以预防阿滋海默 所以摄影大哥你可以hold住千万要hold住了 来我们看一下这是蛮多学者他所做的一个饮食当中如果多摄取DHA的这个物质可以有效的改善阿滋海默症就减少离外阿滋海默症的一个机率 其实在日本他们也有做蛮多这类就是说这相关的研究 好谢谢我们营养师 那尤其我们江医师他怎么样教出聪明的孩子真的是用心良苦 但是除了我们小朋友黄金时期要把握之外 如果对我们现代刚刚说也说外食主太多而且吃了太多黑心的 可是碰到人问你三蛋肝油脂也高了或是有些中风的一些压力呢 其实我们现代人三高很多对不对 那你说我三高大概就是要吃酱血脂的药 可是很多人对酱血脂的药因为它有肝脏的问题怕吃了肝脏受不了 因为它是药的问题 还有一些人吃酱血脂的药它会恒温去溶解 甚至产生其他并发症 那其实它互是一个问题 单就鱼油就是一个非常强的酱三酸甘油脂的一个成分 鱼油可以在半年之内把三酸甘油脂降低79% 就是剩下五分之一 而且三酸甘油脂很多都是吃进来的嘛 对 所以那家里面对不对 尤其是现代有些女生都会觉得说 我没有吃很油啊 我怎么会三酸甘油脂太高呢 后来就发现他们喜欢吃甜点 因为在一些甜点点心里面 它除了精致糖再这样子有 刚刚好可以提升三酸甘油脂 反式脂肪都在一起对不对 都是很瘦瘦的 但是三酸甘油脂特别的高 给各位看看这个研究 这是对照组 这个研究组 你给它吃鱼油之后 你可以发现它的这个三酸甘油脂 直接就掉下来 直接掉下来 不会给自己的上去 然后这个是直接就下来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那这两组在这个阶段 就开始同时给它吃鱼油 就两组就继续往下掉 所以代表说 其实你好好的吃鱼油 就可以降低三酸甘油脂 那这是另外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在看什么呢 就是说你一周吃多少鱼 多少次的鱼会不会影响你中风的机会 那这个蓝色的线最好的是大于五次的 那黑色的线就是一个月小于一次的 这是一周大于五次 这是接近20倍的量 对 结果你发现长期追踪来讲 就是存活率 存活率大概越高越好 结果你发现吃鱼最少的存活率最差 就这一个 对 黑色的线 黑色的这一个 那这个大于 每一周大于五次的 这个效果最好 就蓝色的 对 效果最好 所以其实吃鱼的确是可以保护大家 避免大家变成一个中风的一个可能性 大家都知道要多吃鱼少吃红肉 可是因为我们上班族外食族 真的要吃到鱼的话 有点难 除非我们去自助餐 对吧 去自助餐你还有一个问题 有个自助餐你选的鱼 你还有一个问题是 第一它们烹调的方式 因为很多自助餐 它不一定拿得到非常好的鱼 所以它可能选择是用炸的 或者用煎的方式来烹调 那如果它蒸的能够用蒸的鱼 它通常也是很受限于特定的鱼种 那这些鱼种里面 它的就像刚刚一开始 首山医师就有讲到 吃鱼不等于吃到鱼油 因为有些鱼的鱼油 其实并不是你想象出那么多 所以我每次都只吃到那些鱼 然后烹调的方式又不一定正确 所以我觉得我有吃到鱼 可是我是不是真的有吃到好的鱼 我又是一个问号 对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讲 一个礼拜至少要吃三次以上的鱼 可是因为你太忙了 然后还有烹调的方式 你吃错鱼 反而这个三酸甘油脂上来 心切管问你出来 所以应该怎么吃怎么选 DHN我们邀请一样 那DHN我们应该怎么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刚刚有讲几大宗的部分是需要的 那是不是有年龄层 那它需要的量又是多少呢 其实这个是大家常常会遇到的问题 那我们看了很多国际的研究 还有就是这个资料是从WHO 世界卫生组织所来的 他们建议 那当然建议就是 婴儿最好还是从母乳来 对 或是刚刚索山医师有提到说 如果你的母乳没办法 亲自母乳 或许你找的配方栏里面 有含DHA的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小朋友呢 小朋友可以建议一天 就是大概100到150毫克 那如果可以从纯的DHA来 是更好的 这是纯 那这是有再加一个EPA的 如果是纯DHA 就是算是单方嘛 是不是 就是一个特别的浓缩的制造 是的 因为大部分呢 把它变少 OK EPA尽量少越少越好 DHA的浓度越高是越好的 因为这个如果越高越好 可能这个也牵涉到价钱了 对 这个会影响到价钱 对 因为我们现在慢慢学聪明 你要看那个成分标示嘛 对不对 好 那小孩4到6岁 这个是要学零钱的 学零钱的 好 那孕妇来 各位来看一下 孕妇跟妇妇 这里没有写DHA跟EPA 代表这个都是讲 对不起 DHA OK 就是它一天的量 至少要200 所以这两个就是DHA就对了 对 那大家 就是它的建议 这个建议量 你看就很明显 就要提高了 对 好 那上班族呢 上班族就是 你吃的每天吃的鱼油 至少要1.6克 大概1600毫克左右 1600 那长辈的话 长辈的话 其实让这个量 可以更高一点 如果它有吸血管疾病 我建议一天的量 可以到1.5克 就是1500毫克 以上都是OK的 那这个要怎么吃空腹吃 还是像我们吃 医生局的时候 都要讲说 你是不是要空腹吃 怎么吃 那这个要怎么服用呢 一般的话 我们建议放后 放后 放后因为有 那个 胃里面有食物 有一些 因为它还是算油脂 而且要具有胆质的一个乳化 才比较好吸收 好 那刚刚跟大家讲 我们怎么样需要 就怎么吃 是 那怎么来补充 不同年龄层 它的一个需要量 那现在要怎么聪明选 那八成的进口鱼油 到底它的营养的成分 有没有虚报 这个要问江医师也最清楚 其实江医师都会 做抽验嘛 对不对 其实国内这个问题很严重 因为 鱼油的DHA EPA 这个是一个比较贵的原料 因为原料贵 所以很多厂商会 偷鸡摸狗 它明明一颗漂亮的鱼油 你说那一颗 跟我一样大颗 对不对 那我大概吃的是一样 我跟你讲差很远 基本上 它直接用一点点的鱼油 再加沙拉油 它可以组成一颗鱼油 所以我们那个 不是不是 你说有放沙拉油 对 直接里面摆沙拉油 你看起来也是很亮亮的漂亮 对对对 所以你看不出来 所以彰化维生局当初检查就发现 有八成根本达不到标识值 这很严重 是 含量最低的时候只有五分之一不到 对 就只有二十% 对 还有那个从美国进口也出问题 也是标识不准 但价一颗二十七块这算贵 非常贵 住心这样算贵了吗 非常贵 对很贵 特是非常高贵的 对 那再加二十七块就可以买一个便当了 对对对对 你想想看 两颗就是一个便当 如果一天叫你吃一颗 你一个月是将近要花到九百块再吃鱼油 结果居然这样子还是不够好 对啊 好所以我们怎么聪明选 我们俩是上前来看一下 好那么这有陈列了 这种鱼油 应该第一个外观颜色都差不多 只是有一个大小 你看 有一个大跟跟小颗的 是啊 我刚才有请教说 江医师这个会不会太大颗了 不 现在那么大颗的确是 因为这是滚的 滚也困难 不过因为要达到营养师要求的剂量 你也不能做太小颗 不然的话你一定给它十四五颗五六颗 原来是这样 那各有它的一个用处跟用意 那你看一样的一个大小 它价钱为什么差 这个一颗大概十五块 那这个一颗大概是二十块 这二十三 可是包装都差不多 这样你如果单从外表来看 是看不太出来是不是呢 对 你请任何一位专家来看 从外表肉眼来看 你事实上看不出它的不同点 对啊 你看这两个颜色几乎是一模一样 然后颗粒大小差不多 只是说这个是做得比较大颗一点 那选越大喝越好吗 其实还是要看纯度 对 最主要是纯度比较重要 脂肪酸的组成 脂肪酸的 你要吃的那个主要成分 到底足不足 那怎么样看标示成分 其实说如果厂商的 能够出示它的脂肪酸的组成 就是说我们说油脂的身份证 这样是最好的 譬如说我们要摄取是DHA 如果厂商能够完整的提出 这样的脂肪酸的组成证明 你就可以知道你吃的纯度对不对 是 来 大家来看一下 譬如说我们要看的是DHA DHA 它的学名叫做22碳6细酸 对 它是22碳 对 没错 它的纯度 这里有看到72.24 对 72.多% 那代表 譬如说它的标示是DHA70 所以它的纯度是有七成 一定要这样才对的 所以要诚实标示就对了 那这有的其实是并没有那么清楚 其实我跟你讲 在外面上鱼木混珠的方法 它通常给你标一个说 我这里面还有多少油 对不对 那你看到多少油 你就想说 你想象中说我买的鱼油买了那么多 其实不是 它里面一堆杂油 就是我告诉你这是鱼油 对 可是它没有告诉我的纯度 其实它是很多油混在一起的 对 它很多油混在一起的 那怎么办呢 也没办法 没有 所以好的厂商它会标示说 我这个油里面 譬如说总油多少功课 譬如说链量的功课 里面EVA DHA占多少 应该要诚实标示 就像这样它有列出来 它的精纯度是这样吗 来 其实像我们一般在外面所看到的 譬如说它的外盒上面要标示 它是DHA70 这两个都是DHA70 可是它添加了原料 就是我们看到 消费者会看到大概是这两个而已 在包装上面是 会看到这两个 说它的含量是250毫克 对 那最后消费者他会建议看到 他会以价格来区别 他想要买哪一个产品 因为我一定会这样算嘛 是 这一样的重量 这1500 出钱算了都90个 这比较少 对 便宜 这就比较贵 你贵在哪里 我就会看一下 可是实际上呢 它里面的DHA含量 这个就是厂商它没有提到的 那这个会写吗 这个会写吗 这个会写吗 就是看厂商楼 有些就是说它看它有些有写 对 有些没有写 如果它有标示70 它事实上它应该是要这个样子 应该是要这样子 要写出来 也就是说你要看它这个实际DHA量 它的精纯度 那是不是贵得有理 对不对 那有的你不知道吗 混在一起 它搞不好还卖得比较贵 对 各位要记得精纯度不等于含量 精纯度不等于含量 不等于含量 像这个如果是以这样我刚刚来看 低排它是比较诚实标示的 对 它里面的含量有250毫克 对 250毫克 那它的浓度是70% 70% 它事实上它里面一颗所含的DHA濃度是175毫克 是这样 那你看另外这家厂商它是标示250毫克 对 那这家厂商它就比较没有那么诚实 虽然实际上都是DHA70 可是这家厂商算是比较诚实的 所以消费者在买的时候 有时候要注意 它的这个精纯度的问题 那如果你不晓得怎么看 就是我刚刚说的 如果厂商可以提出它的身份证 油脂的身份证 算是检验的一个身份证就对了 算是比较OK的 SGS就对了 就是第三公证检验的单位 所提出来会比较OK 可是那每一批每一批都要有这个身份证吗 其实每一批都要验 都要验 都要验 因为其实厂商的困难 可是我问一下 那会不会说我这一张呢 我就从民国几年就用到现在 所以你要看批号 很多厂商 我们一般不会去对得这么仔细 所以这就很聪明的地方 很多的人都会说 某些厂商说它有送宴 可是第一 有送宴过 跟是不是逐批送宴 或者它有原料每一批都把关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阶层 所以如果你以为说 有有有我们都有送宴 对 你其实搞不好只多花一分钟 你就觉得说你花的是值得的 就像黑心市民来说 我不是说要检验检验 大家每一家都听了说 我家通过 我们店里面通过什么什么 好像你吃得安心 但真的是这样吗 有啊 很多都是假的 之前就说 因为他们说开始要贴出 我们是不是基因改造痘的时候 对 他们就只要进一袋基因改造痘 拿到那个证明之后 每一袋都用这一张 所以有可能用了超过N点以上 对 所以每个人在这里 你看厂商没有说出的秘密经验 一样是告诉大家 好 最后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钱花在刀口上 所以怎么吃的 早上老闻还是刚刚讲是饭后 饭后 好 那哪些食物呢 如果跟鱼油搭在一起 它是有相乘作用 加乘作用有吗 基本上是饭后 因为你把它讲成一般的食物就好 饭后吃吃上是OK的 OK OK 那定计好 那定计的话 定计的话稍微就是 尽量就不要跟盖一起吃 好 就不要跟 造化 造化的问题 造化的问题就对 好 那定计好也是胶囊 是那目前都是胶囊 是的 但是我是觉得说 不要太大根 我就吞不下去 真的 是的 那 对 这个重金属的污染呢 的确需要担心 是 拱的问题 拱 重金属的这个问题 对 所以就看厂商是不是有诚实标示 这里面的身份证里面都会写就对了 对 厂商也要写 都会写嘛 是 所以这里面如果你 整个花一点时间去看 就会知道了 对不对 很多厂商不敢写 因为它根本不测 我觉得非常重要是因为你在选鱼油的时候 你通常不是只吃一天两天 你通常是一个长期有充的概念 对 所以你应该更多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 看一下比如说DHA精纯度 你到底吃了多少DHA 第二 它的来源是什么 第三 它有没有去做一些重金属检验 什么这样 对 要说怎么说我今天吃了怎么越吃 还是越攻嘛 对 因为拱的伤害老大 三粒电视再度蝉联消费者理想品牌第一名 坚持原创 追求品质 专业 品质 正能量三粒电视